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将为你呈现羽毛球世界中每个球员的精彩时刻 我都会用心捕捉每个球员的闪光瞬间 让你近距离感受他们的技术和激情 订阅并加入我的频道 与我一起探索羽毛球世界的精彩 视频开始前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谢谢 今天,我将带您回到2018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南单四分之一决赛的现场 这是一场充满戏剧性和激情的对决 故事的主角是丹麦的羽毛球天才安赛龙和马来西亚传奇选手李宗伟 安赛龙代表着新生代的力量与决心 他努力挑战羽团巨星李宗伟的统治地位 而李宗伟则象征着经验和记忆的传承 他在羽毛球界独树一帜 一直是无数年轻选手追求的目标 这场比赛是两位顶级选手之间的对决 他们在赛场上交织着技术的精湛 速度的迅猛和战术的巧妙 每一个球都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和荣誉 每一个瞬间都让人屏息名神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重温他们之间的对决 让您身临其境地感受比赛的紧张氛围和精彩瞬间 这场比赛将带给您震撼的视觉享受和无尽的羽球激情 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羽毛球之旅 见证安赛龙和李宗伟的对决 以及他们为胜利拼搏的故事 这场比赛将带给您震撼的 也つて也保持前後的部位 正是高層的 正他的他的沒練習 有這麼最好的練習 與這個招待對比 如果他的戰績 是一定沒效的 只能在 Bangkok 可能他可能感到似乎 也能感じ取得自己 他可能会有机会 好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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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攻击撞的手法 唯一很好的方法是在阻止的手法 在阻止的手法 哦 安益 我认为他会好 如果他贏了第一次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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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